接下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存檔 因為如果我將來已經把那個資料給取得 就是我要的喔 OK 然後呢 那當然之前我們是把它存成一個文字檔 可是文字檔有一個缺點 就是沒有辦法直接用Excel來開啟 它又不是Excel檔 所以相同性可能還是比較弱一點 所以如果你希望它跟那個文字檔 跟Excel比較接近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存檔的時候 存成檔名就是 副檔名就不要叫.tst 你就可以把它取一個檔名叫做.csv就好了 那這個csv檔的話 它就會直接用Excel開啟 OK 所以這個地方 首先當然一樣 底下這個我剛剛就是前面有講過 所以我就直接把它直接打上去 在這邊先f等於open 然後給它一個檔名 然後豆點這邊改成w寫 然後再利用這個檔案物件去寫什麼呢 寫那個資料S 可是目前S我還是一樣還沒產生 我是先把存檔的部分先寫出來 然後再解決那個s串接的部分 那也是我需要把剛剛顯示在控制台裡面的這個資料有沒有 把它直接串接變成一個s 所以它應該什麼 這應該是先第一個 然後記得尾巴一定要換行 然後再第二個 再尾巴換行 這個換行一樣要自己寫上去 那要怎麼樣可以產生這個s 那一樣在哪邊呢 一般習慣會在for迴圈上面加一個s 等於沒有東西 有沒有 跟剛剛一樣嘛 然後呢 就是在跑迴圈的時候呢 把要把print出去的東西 把它串到s裡面 所以這邊的話其實就可以了嗎 在print的下一行 寫上s等於s串接 串接什麼呢 理論上就串接這兩個東西 把這兩個把它放到這裡 但是會缺一個什麼 缺一個換行 所以你變成你自己要補一下 串接一個換行在尾巴 不然如果你沒有加這個 它變成全部都接在一起了 它不會換行 那print為什麼會換行 因為print本身尾巴一定就是加一個這個東西 所以它一定會換行 沒有問題 那可是串接的時候不會加 所以這個一定要加一個換行 那這樣的話程式都寫完了 所以如果你要串接 然後把這個東西存到這個檔案裡面去的話 那這個是step1 這三行 所以我說這三行太重要了 最好可以把它 可以把它背起來是最好的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這邊增加一個 空的一個s 就是自串變數 然後再把這個s串接 把它串一串 然後尾巴記得加一個換行 這樣ok 那最後的話 我們就把這個程式run一下 執行一下 那當然如果沒錯的話 ok 它應該就會在根木屋底下 產生一個member底線 rpt的一個csv 那跟tst有什麼差別 其實你們可以看一下 所以我在根木屋底下 應該會有一個csv 那你會發現 它的圖示就直接是excel 所以如果你假設 你不想 或者是你覺得excel的輸出太麻煩 其實寫這樣給人家也ok 至少比較不會被挑剔 但你給tst人家也覺得麻煩 所以寫這樣點csv而已 這樣其實就可以解 那我們來打開看看 其實你會發現 就直接是呼叫excel 並且把這個資料 放到excel變成表格 有沒有 這樣的話有沒有 A欄跟B欄 它不用再另外額外切割 可是如果你是純文字檔的話 那比較麻煩 當然你可以賄賂啦 可是我覺得還是沒有csv方面 csv點兩下就搞定 但是tst對有些人來說 就是相當麻煩的一件事情 ok 那對我們來說 其實程式並沒有差太多 其實我們程式只有改什麼 改這個地方有沒有 本來是點tst 現在只是把它改成點csv而已 ok 所以從這邊可以知道一件事 就是點csv的資料 其實它就是文字檔 ok 只是差別是 它這個文字檔裡面有個結構 就是每一個藍跟藍之間分格符號 一定是豆點 所以才叫csv嘛 那個第一個c應該只是common 豆點有沒有 利用豆點分格的一個檔案格式 所以就是csv嘛 ok 所以這個可能請各位注意一下 csv也是文字檔 這個程式的話 在雲端白板上面的第幾頁呢 在這個地方有啦 將結果存回報表 在第10頁的地方 這邊就是我剛剛改的 那我也有把我改的地方 用黃色的底色把它mark一下 你們才會看一下 其實這樣啦 真的不要打錯就好了 插一個東西就不對了 只是說你就細心一點 那如果有bug啦 還有個方法 之前同學還滿聰明 就是把我的程式貼到 他的程式的下方 或者是他的上方 比對一下 反正一看就是要說差哪裡了 如果你塞那個bug一直出現 那沒關係 你就把那一行程式 有bug的那一行程式有沒有 找到我的程式貼在你的程式的下方之類的 比一下馬上有答案 這樣最快 ok 因為以後即便有chargeGPT輔助啦 但是你還是要有那個debug的能 這個其實是沒辦法 chargeGPT也應該沒辦法幫忙 不過除非說以後的版本 會不會就是你有bug的程式 他可以幫你上傳 或者你把程式貼上去 然後你底下跟他講說 請幫我找出程式的錯誤 ok 誒 他會不知道會不會把debug ok 不過這樣子也是有需求啦 我想試試看 如果你們可以假設看看 如果chargeGPT也可以debug的話 哇 那實在是就太強大了 那剛剛的這個sample 文字檔的讀跟寫 也許就到這個範例為止 那後面的部分呢 我們就要開始來講有關 這個eSale的部分 eSale的檔案存取 那當然難度呢 絕對是比文字檔來得更加複雜 所以我特別強調喔 如果你要存取那個eSale 可能串列的概念要很清楚 第二個回軒的概念也要非常清楚 不然的話以後呢 就很容易出錯啦 所以如果你基本觀念夠好 自然而然以後寫程式就會比較順 比較不會常常一寫一下什麼東西 奇怪 一直就bug 一直要bug OK 那當然沒有 不太可能說你剛寫程式 就都不會有bug 除非你非常細心 OK 我覺得啦 程式要寫正確有個特質 一定要可能要很細心 每個地方都要注意 那第二個的話 可能心也要夠近 不能急躁 因為一急躁 馬上錯誤就容易發生 所以寫程式的時候 可能也不能心服氣躁 另外精神狀況也不能太差 比如說你前一晚沒睡飽 可能也容易有寫bug 這個當然也… 所以把程式寫好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OK 試一下 待會兒我們再來看 如何把資料再存成eSale 然後把資料再十分 接著 再一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